我們看這一題 他說袋子裡面有六個白球、三個黑球 每球被取到的機會均等 現在從袋子裡面抽三球出來 四球取到白球各數的期望值跟標準差 我們看,取到白球有這種情況 因為他一直取三球 有可能三個白球 零個黑球 有可能兩個白球、一個黑球 有可能一個黑球 一個白球、兩個黑球 有可能三個都是黑球 好,那麼他的那個 這個機率 他的總狀況數 總狀況數的話 就是九個取三個 九取三 我們看這個九取三的話是多少 九取三 這是84 好,那這個 取到三個白球、零個黑球 他就六個白球取三個黑球 六個白球是三個 這個多少呢? 六取三 這是20 另外這個螺岸呢 取兩個白球、一個黑球 六取三個黑球 六取二 這是15 15乘以3 45 這15 這個345 然後呢 一個白球 兩個黑球 那就六取二 這三取 不對,六取一 三取二 這個是六 六三是八 那你如果是三個都是黑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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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取零乘以多少呢? 三取三 這只有一種 好,那所以呢 他這個 這個三個都是白球 所以 隨機變數是三 這兩個白球 這一個白球 這零個白球 這是x 隨機變數 然後呢 px 這多少呢? 這個就是84分之20 84分之20 然後這一個是84分之45 84分之45 那這84分之18 那這84分之1 那他的這個平均值 就是期望值 這就等了 這個相乘 就84分多少 60 加90 加18 加18 加1 欸不對 這個是90 沒有錯 欸這沒有1 這乘0 所以呢 這樣對 這150 加18 168 我上面這是168 那約掉 這個剛好是他兩倍 所以他平均值等於2 好 那這個 欸 他的什麼呢? 他的這個 變異數 變異數的話 四樣什麼呢? 四樣什麼呢? 四樣就是那個 欸 離差平方核 就是說 x 減掉s bar 的平方 平方核 取平均了 取平均 那這個四樣是等於多少? 四樣是等於 s平方的平均 減掉呢 平均 雖然是μ 的平方 那μ我們已經知道是2 這是2 好 那 1的這個 s平方等於多少? 這個的話呢 是等於這個 3的平方 這是84分之多少? 3的平方 加2的平方 加1的平方 那加1的平方 不對喔 這是3的平方 乘以84分之20 這樣這裡算錯了 慢慢來好了 3的平方 乘以84分之20 再加2的平方 乘以84分之20 再加1的平方 乘以84分之18 再加0的平方 0的平方 乘以84分之1 這樣子 好 那這樣的話呢 這個是等於多少? 等於84分多少呢? 98 180 45分之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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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分之2 18分之1 這也是180 那這個呢? 這個是等於18 加起來 8 7 16分之1 17分之1 378分之1 378分之1 2 2 好像沒有辦法 212 28 16 29 18 24 18 22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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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5 4 4 321,3的平方 然後再減掉這2的4 減掉 我們看,這1s平方 減掉μ的平方 這14分之63 減掉到2的4 好像不太對 56 63,減掉多少 56 好像對 7 沒有算錯 724 所以是2分之1 這個減這個是2分之1 所以它的變異數 變異數 這個是等於 14分之63 這沒有錯 這個算出來是2分之1 所以 它的這個 期望值 不是啊 這個是標準差 就是變異數 的開根號 就等於 那個 根號2分之1 或者是2分之2 那這個約類等於多少呢 約類是等於0.707 是1分之1 1分之1 2分之1 是1分之1 1分之1 2分之1